大家好 我是Tim哥 大家好 我是老爸 老爸我跟你說 我今天要找你拍這部片子 是 因為 兩個都是我的最愛 你的最愛 身為我的最愛 兩個都是你的最愛 Tim嫂聽到沒有 我以為只有Tim嫂一個 現在又變成兩個 是Tim嫂跟我 兩個都是你的最愛 好的 你是我的最愛 可以啦 可以 因為我們這陣子都在拍 真無限的藍牙人機 是 那這兩個是 應該說這兩個產品 是我這一季 我認為是我非常愛的 可是我想要聽聽看老爸的意見 因為有時候 個人講會個人主觀 但我想要聽聽看老爸 因為你也有買AirPods Pro 你也有買一些真無線藍牙耳機 甚至於那個誰 那個心電差異靈也有 所以 因為我看看老爸也常常有 有買很多真無線藍牙耳機 心電差異靈也常常帶 尤其是在直播的時候 你都會帶一個 超專業的嘛 那個Sony的 Sony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就要找你來幫我評評看 到底這兩個你會選擇哪一個 一定要選哦 而且我覺得Tim哥一拿來 那個大小差好多 沒錯 真的大小差 這是兩個產品 據說都是今年很夯的產品 對不對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在拍之前 記得訂閱一下老爸頻道 老爸要充50萬了 謝謝大家努力中 他也是我的師父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Tim哥的粉絲 然後最好下面一樣繼續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要3 2 1 開始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大小差好多哦 就是這大小 你喜歡大還是小 你這不好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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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只在很沒那麼大小 很曖昧 可是這個東西很難取決 因為有時候 我第一眼看到 你如果是旅行 可能我就會覺得 嫌這個略大 OK 可是有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再加 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我會感覺戴這個 好像比較舒服 可是戴這個夏天 又會有點太熱 對 就是它是整個罩住的 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難哦 對 對 好 那我今天就先跟大家 有身分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我拿這兩個 就是 第一個就是AirPods Pro 對 好 第二個 其實就是我的頻道 算是這一次的 第一次的心得體驗 因為我在YahooTV 有拍過開箱 是 那這個就是 樂騰騰的BOSS700 BOSS700 哇 這個多少錢 BOSS700呢 13500 13500 所以 這個AirPods 2是 7990 所以大概價差 台灣的時候會賣7900 7900 所以價差大概是在5000塊 5000塊 5000塊左右 對 5000塊感覺就要買大的 沒有啦 X5000一定要買大 不過 一樣 我想 我不要介紹任何規格 我想讓老爸來 自己玩一下 好 首先啊 我是第一次把它拿起來 那這個設計啊 我覺得是很流線型的 我覺得他比較像那種有點 是應該如果是女生 他會喜歡這種線條 就是當然 如果有更好的顏色 他這個幾個顏色 兩個色 但那我是黑的 然後他有一個 銀白色 銀白色 對 然後我還有講一個地方 我覺得他設計跟一般不一樣 是他這邊彎的底下 其實內裡這邊 就是直接一個很像軟的發泡 海綿 沒錯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設計是 因為我碰的這種耳機不多啦 所以我第一個感覺 是這個地方是整個設計 是很舒服的 他沒有螺絲啊 對 就是你會感覺他是一體 一體造型的 連這個線條 到整個那個耳機的本身 再來第二點 這個應該不是定義在真藍牙無線吧 他其實有附 他的配件其實很簡單 就是藍牙無線對不對 對 但是他也有附 有線的 一個有線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充電的 Type-C充電 因為以前我們的定義 真無線藍牙耳機 是不是左跟右要分開 然後中間沒有線才叫真 沒錯 其實是 真的就是要左右分開 對 那這個就有點 就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線 搞不好沒有 搞不好有 看不出來 反正你就比比看 可是就這個外型跟這個 應該說就無線藍牙耳機來講 對 這個外型跟整個質感 你看這個質感真好 光這個我就可以給90分 95分 而且你剛剛看到的 嗯 這個BOSE這邊啊 對 他這邊是一個觸控板 對 哦 是觸控板 這個造型是漂亮的 第一點看到是 如果說這個顏色有 除了銀色 你在播 對 如果這個顏色有白色的 對 就是縫女生的會更好 有有有 他有 就已經白色 那個其實就已經白色了 對 如果是白色的話 這女生戴起來不得了 對 你會 會路上的人可能會瞄一下 這個就是有什麼 就很特別 很特別 而且他的 因為他降噪有11段 11段 從0到10段 所以共有11段 哦 真的 好 老爸你要不要先穿一下 我先聽一下 戴起來 你先想一下感覺 L跟R 先我先分清楚 好 R 這邊是R 沒錯 Right OK 第一個戴上去的感覺是輕輕的 不僅就是沒有壓迫感 就是很柔順的 對 然後就是舒服的 舒服嗎 舒服的 舒服 現在沒有沒有聲音 然後目前感覺是聽歌的聲音 我聽到大概60% 目前 那我跟你講 他的這邊啊 這邊有個按鈕 摸我的手 對 摸我的手啊 害羞 按一下 按一下 按按 按按鈕 按一次 他就是調降噪的 差好多 這樣大概剩 你的聲音 大概 我不曉得現在是調幾段 可是你的聲音大概剩30% 30% 那你再按一下 他的預設是0 5跟10 這樣子就很清楚 所以就是我中間一個是50 然後剛才我覺得剩30% 應該是0 0 對 他有 他就是0 50 0 5跟10 這三段是預設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 欸 有那個車子過去 有 我在停 欸 他是0 0是通透的 0 對 0通透 然後有5 他就跳0跟10而已 我按的部分 他就跳0跟10 對 我按的時候 他是0跟10 做切換 然後我覺得 好 現在是10 Tim哥你可以唱歌給我聽嗎 我唱歌真的很好聽 各位 好 我覺得他現在調到10的部分 Tim哥的聲音大概是剩30%左右 2 30 2 30 好 現在是10 對 那我先 其實現在是10 消灶 他們叫消灶 就是有人叫降灶 有人叫消灶 他叫消灶 是 好 那我現在幫你調成 5 好 現在是5 在Tim哥調到5的時候 其實這個他是有英文說明的 他是會講 就是直接在耳機這邊 就是他講5 5 好 對 這樣子大概剩下百分之 我講話 好 你覺得咧 你覺得咧 怎麼樣 他不過 進來的聲音大概剩60% 個人感受 OK 好 那我調成 通透 通透 0 有吧 老爸 好 有吧 0 現在是0 很清楚 非常清楚 他這個也是有收音進來 再放進來 有 對對對 對 我感覺是清楚 現在又10 很舒服 他那感覺就好像 有點感覺是你從一個外部的空間 走到一個密閉的房間的那種感覺 你應該聽不到我講話 你聽得到我講話嗎 聽得到 因為 我自己感覺 我上次在玩AirPods 2的時候 就是感覺有播音樂的時候 你會有降噪比較強的錯覺 他其實很厲害的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用LineR耳機 對 我們在講電話的時候 你會 你會覺得 你我 那個聲音好像在室內 對對對 哦 瞭解 因為我現在幫你調到0 那我現在呢 幫你調到10 然後讓你聽鄧紫棋的歌 好 好 來 鄧紫棋的歌 這裡 好 鄧紫棋的歌 現在沒聲音耶 有嗎? 是不是因為我大小聲 完全沒聲音 沒聲音嗎? 對 好 我可以 怎麼樣? 怎麼樣? 老爸覺得怎麼樣? Tim哥可以幫我調0嗎? 可以 來 我現在調 0 沒有 剛剛 剛剛是0 現在是10 現在才是10 那我現在調零喔 好 我大概講一下 其實在降噪零跟十啊 聽起來是沒有什麼差距的 因為你在聽音樂 聽音樂你在感受 可是就是Tim哥的聲音是真的有起伏不同 可是他是沒有影響到他的音質 對 就是蠻厲害 我不曉得AirPods有沒有 可是我剛才就是Tim哥這樣從零切到十 又切到零 就是你很明顯就是 凳子騎還是凳子騎 我還是我 他還是不會變我女朋友 對 可以 就是他還是在耳機裡面 感受是一樣的 聽起來是一樣的 那你要聽聽看AirPods Pro 好聽一下 那我們一樣 我記得這個降噪的感覺 對 好來換AirPods Pro 可是這個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感覺很輕盈 很輕盈 對 就用途不同 好 已經放了 要大聲一點 會比較接近 這樣 好 那現在是降噪模式 好 Tim哥幫我調 Tone Tone 有嗎 有聽好聲音吧 好 再回來 好 有聽好聲音嗎 我們現在在測試AirPods Pro 聽音樂 好 可以了 不用講 關閉了 Bose音質好很多 其實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真的 這個是完全 其實因為我之前沒有這樣切換 像AirPods一樣 你在降噪跟通透模式切換手機 你的感受度也是差不多 沒錯 只是說外界進來的音樂 是不太一樣 可是就音質而言 Bose好非常多 因為那個第一個 可是如果夏天帶 可能就會有點冷了 有點再冷氣 其實夏天帶 真的會流汗 對 真的會流汗 可是就 音質好很多 這支音質真的不錯 很不錯對不對 整個音場 剛才我們才跟Tim哥在試 這一個跟 Sony的WF-1000XM3 這個情況 剛才才試 那這個 其實AirPods 2 比Sony的那個是好很多 但是 Bose的這個 又高 AirPods一幾 而且蠻大一級 因為它很貴 這也不便宜 所以整個來講 我覺得兩個都是推薦的 我自己的感覺 這兩個都是推薦的商品 看你的用途 看你的需求 如果要輕巧 當然就選這個 那我最後問你 你只能買一副藍耳機 你會買哪一副? 我會買這個 AirPods Pro 因為這個太笨重了 以我來講 還是要這個 那如果你是一個很愛聽音樂 專業聽音樂的工作者 然後也不會常常出門 就是你覺得音樂是你生命的全部 你會選哪一個? 當然是選這個 如果說我今天都 就是 可以當然是選兩副 這個我可能會在家聽音樂剪片 對 就帶長久是比較舒服的 畢竟爾塞斯的 你帶長久還是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沒錯 那可是他帶出去 你在飛機上 因為這是我個人 然後比較不喜歡走路的時候 還有東西照著 所以我覺得需求是不同 那可是論音質 當然就是BOSS沒有第二選擇 好 那我老師告訴你 其實原本這個是我的總結 對 我自己是這兩副是交互運用 對 比如說像我要很 要隨時要出門 要很快速的話 我會拿AirPods Pro 對 但是我在辦公室 對 其實可以問我的員工 我是帶BOSS 我剛剛也說你的總結 這兩副都要送給我 沒有 我有點失望 AirPods你有了 對不對 好 我跟你講 下次你來我辦公室 BOSS有出一個藍牙的太陽眼鏡 對 我老婆才在講 然後我就說Tim嫂不是買了兩副嗎 有一副好像 你來 你來體驗 下次試試看看 你來試試看 那個好不好 那是用傳導式的 它很酷 對 它是有點像古彈島的 但是聽起來的音場 我跟你講 那個要戴耳聽了才知道 好 我們下次 我們之後可能會跟 就是我會去Tim哥那邊 希望跟他一起合作一個 2020年的藍牙耳機的總覽 就是哪一個是我們比較推薦的 沒錯 哪個CP值比較高 會做在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多注意 大家記得喔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可以 我們下一個人 我們下一次的 我們下一次的 我們下一次 來 我們下一次的 動作 我們下一次